其宅如是甚可不畏 毒害火灾重难非一 那么这段是总结前面的宅 就是包括异界色界无色界 这三个界的众生 他的色心世界 他的起火情况 虽然有轻重的差别 但是都是甚可不畏 简单说都是不安稳的 不安稳的 那么什么叫不安稳呢 是毒害火灾 内有烦恼邪见的毒害 外有环境的逼迫跟死亡的威胁 所以内有外患 所以重难非一 为什么这个三界的火 你的火跟我的火不一样呢 因为宗生各打各的妄想 异界异界的问题 色界有色界的问题 无色界无色界问题 每一个人各有各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古德就说 就说这个正知见 我们说明一下 就你修行 你要知道因言法 就是什么事情他生起啊 他有诸法因言生 你要知道他生起的原因 你才有办法产生一种 诸法因言灭 就是说 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你找不到原因 你就做实战事业 说我做实战事业 我心情好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战死的 你说我修禅定的时候 这把火烧得少一点 也是战死的 因为这把火 并不是因为你 不修善业 不修禅定所引起的 是因为我职隐身的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正知见就是说 我们修行要知道 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助道 善法很重要 苦恨 适当的苦恨也有帮助 禅定专注也很重要 但是他都是一个祝贺 一个人要能够把 三界的业力调伏 特别是进土宗的 我们一再说明 进土宗强调大业往生 就是说 凭什么你的业可以带走 我们今天 无始劫来 不断地造生死业 造生死业 你今生 你说走就走 他这个业力有个开关 就是放弃主宰 所以你看一个人 到晚年的时候 他对人事之间 是放弃主宰 这个三界的火 一定是他的根被拔掉了 所以他身上火苗了 他没有一种相续的力量 就是说 你不能让这个火 从今生 烧到来生去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正世界的问题 就是说 修行的罪怕怎么样 就是你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就盲修瞎恋 佛地址最怕就是浪费时间了 你这辈子 你那边修修 那边修修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你怎么就 这个业力要怎么带走 你不知道 用佛号去压他 做慈善事业 修学禅地 都不是灭火之道 三界之火 我们再讲一次 他什么都不怕 他就怕你修我口管 因为这个是整个火的开关 在这里 就是说 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 重乱飞 这把火点燃以后 可能一开始是我借引起的 然后一开始又攀岩 造业 反正烧到现在 诸位 重乱飞 但是记住有一句话 但是 虽然这个原因很多 但是他的门 只有一个 就是离开三界之门 只有一道门 就是我空之门 不管你 贪爱财富 草生的火 不管你贪爱 情感 贪爱民生之火 反正你放弃 反正你放弃主宰 这把火就会慢慢地消掉 这个业力就可以沉淀下来 但业往生 所以 虽然重乱飞 但是 唯有一门 解决之法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佛法 高明的地方 就是各打各的妄想 但是出离之道 大家都修我空管 就对了